第六十六集 童鸟可能已经被刚才狼笑的这一幕给吓杀了 拉着我的胳膊躲在后面 我告诉他别怕 说这就是昨天告诉你的那只头狼 不过现在他已经浪子回头 咱们跟着他应该可以找那个老头 之后我俩就跟着头狼往山上走去 没多久那只高大的藏狼也出现了 头狼见了他立马露出畏惧的神色 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让村民闻风丧胆的头狼了 像是一只乖巧的狗 早盯着我俩看了一会儿 然后扭头就走 头狼从我们晃晃脑袋 视野跟上 在山的半山腰 有一座小毛屋 那就是高人居住的地方 再次见到高人的时候 他正在用一把刀子刻着木头 看木头的形状应该是个蛇 见我俩来了 他就放下手中的刀子和木头露出瓷香的笑 说 找到我这个地方可不容易 因为事情紧急 所以我就直接说明了瓷香的来意 老头听完之后笑了笑 说 你们以后就叫我谢大师就好了 情况我已经大致了解 就让犬和声声下山助你一臂之力吧 说完 老头就继续拿着他的刀子刻木头去了 我跟童谣道了一声谢 然后就带着犬 还有那头叫做声声的头廊开始原路返回 这次下山的速度要快得多 因为藏偶是认得最新的路的 不过即便如此 到达村里的时候已经是夜晚 由于怕村里的村民对声声还怀有恐惧 所以我们选择绕过村子 直接离开河东村 到达最近的县城之后 我们就找了一家旅馆 要住宿 开了两间房 同一间 我和生上还有犬一间 旅店老板见到犬的时候 就不断发出嘶嘶的声音 说是条好狗唱得真壮实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起床赶路了 因为犬和生生是不允许坐火车的 所以我们选择坐长途汽车 这是多给客车司机掏了一些钱 到达降线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当犬和生生走在县城大街上 引来好多人的目光 因为犬的体格实在太壮 他的那个大爪子比我手掌瘫开还要大 到达唐师傅的家之后 我就和童瑶开始商量进一步的计划 决定第一步还是先搞清楚张采凤的来历 我之前跟他打过照面 所以就让童瑶假扮要修裤子的人去了采访店 而我还有犬和生生就在附近等着 以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童瑶进去之后 有十几分钟就出来了 我问他情况咋样 他说他已经放出了风声 告诉张采凤他来这个建城 是找一个叫唐师傅的 然后问张采凤认不认识 张采凤说认识是个修鞋的 然后童瑶就有意说了一句 哎呀 这修鞋的家里 这发现了采凤用的剪刀 你说怪不怪呢 之后童瑶就出来了 想必张采凤听了这句话之后 肯定会起疑心 也会有行动的 果然和上次那样 没多大功夫 张采凤就关了铺子 朝着县城外走去 我们也急忙跟了上去 为了怕他起疑 我们还分散看来 生生的目标最小 最不易发现 所以让他走在最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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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